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贊辰人生吃和玩樂的計畫 你想知道 他如何規劃人生的下半場 讓退休之後的生活精彩充實 又有意義嗎 帶大家來看 張漢倫師傑的故事 餵 楊粉師傑 那個我昨天有接到那個 高雄的榮董團隊 他們說十月二十一號 要帶實業家來我們禁師堂 一百二十位 好 感恩 感恩 拜拜 小姐 這裡是你的辦公室 對啊 慈濟辦公室 平常都在這邊 一直講電話 這裡是慈濟志工張漢倫的家 在孩子們外出求學 工作之後 家中指手婆媳兩 和同事警務人員的丈夫共同居住 2011年 先生和他協議 一起提早退休 不過張漢倫曾經為了怕不適應 退休生活 而感到焦慮不安 我服務26年 將近27年 所以在辦公室的東西很多 因為我曾經聽過其他人跟我講說 退休以後可能要兩年 你才會找到你從辦公室帶回來的東西 然後想說我如果有一個桌子 我就把它照那樣的東西 該擺哪裡我就擺哪裡 然後我就趕快去把這辦公桌搬到這邊 我想說我可能會很懷念我的辦公室 很懷念我的同事 就是我大概就是習慣了 我的存者要這樣擺 然後我的功德款的收據 就是要這樣放 結果我根本沒有空想那些 我其實不是退休才開始做實際 其實我要退休前 因為我有一些假 所以我就當時其實就已經很投入 然後退休以後就完全沒有那個 那個銜接啊 還是那個不適應啊 完全都沒有 對 我要去聯絡處 然後先跟我家師兄講一下 師兄是對的 你知道嗎 你說你當初退休啊 本來跟你們家師兄打算要去到處玩 他會說要去哪裡這樣子 結果好像我都忙到沒有時間 其實我師兄他也 因為我婆婆在講 我婆婆年紀大了 最近身體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也沒有說 真正說一直要出去玩 沒有 阿伯 我要去聯絡處囉 好 姐姐妳退休以後 這裡變成妳第二個辦公室嗎 對啊 很感恩有一個地方可以來耶 妳平常幾點就會來 只聯絡處理 像平日的話 我大概是四點半會來 中午以前回家 如果是活動比較多 我大概看那個活動的世界 每天來到台東禁思堂報道 是張漢倫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無論是精進共修 還是志工勤務的承擔 她總是把握姻緣 全力付出 除此之外 每個月的功德款券目 也是張漢倫和老同事碰面的好機會 姐姐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要去收工得款 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蕙銘 大家好 主任好 主任好 哈囉 妳要擦 不用啦 我等一下就走了 因為我還要去樓上 這是什麼東西 我的電子書 是喔 然後我給妳收款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記錄到裡面 喔 怎麼那麼進步 我們每一個委員 一人一板 你看要砍多少樹 以後就不用砍那麼多的樹 感謝妳 那妳前幾個同事有多少問題 我的同事有二十幾位 因為我還有一個幕後也在這邊 所以她也有二十幾位 喔 這裡喔 來這裡很有感情耶 妳那時候為什麼會想退休 退休了 因為就是五十歲就可以退休 然後就可以領月退 雖然比較少一點 上人說過說 夠用就是大富翁 所以我覺得我夠用就可以了 那我又很想要來認真做實際 我想要跟著上人走 就這樣 上人說做什麼我就去做什麼 一步一趨 跟緊正眼法師的腳步 對張漢倫來說 走入慈聚 不只是一種信仰 也是指引他提升身心靈的方向 自主最大富 平安最大福 原來簡單也可以這麼幸福 我們看漢倫師姐 這個退休後的生活 也是非常的充實 今天除了你來的那一位 剛才雅皮裡面 你叫他阿伯的 我怕一條什麼人 我 嘿嘿 他家的師兄李鳳志 人稱鳳哥 鳳哥好 主持人好 今天紅我當時來 除了紅我以外 還有另外一位 我們慈濟的好法 請恭喜 今年要受贈成為慈濟委員 我們的羅亭倩師姐 感恩 看他圓圓大大的眼睛 就知道 是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是 是哪一組的 阿美族 阿美族 所以新美 看什麼都美 今天三個人 這裡就是營造了一個 充滿祥和的氣氛 你們今年都過三歲 退休兩年多 國國快三年了 是 對不對 但是你們認識四十年了 對啊 我們是國中同學 國中同學 當時怎麼認識的 當時是 他有陪一個 之前有一個很喜歡我的 一個女同學 然後去我家找我 一時我比較避暑 我都不敢出來 這樣喔 後來慢慢地實際 開始傳紙條 這樣交往 這樣下去 圓就是這麼奇妙 原本你們也計畫 那我們有緣 國中就認識 後來又都在警戒服務 他當內勤的辦事員 您這個在派出所工作 是 對不對 兩個人原本講好了 要一起退休之後 要做一些 豐功偉業的事情 問題你們嫁給退休之後 要做什麼 本來嫁給退休之後 他當時有答應我說 做一些走遍全世界 吃遍所有的美食 山珍海味 山珍海味 因為從事公職那麼久了 從來很少兩個人 能夠一起出去 對 可是後來他就加入了慈濟以後 這個願望到現在還沒有達成 每天看大愛台也雲遊四海 對 每天都有看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我剛才有講 十年前 就10年前了 2003年 一個意外的無常 改變了原本 漢倫師傑 吃喝玩樂的計畫 對 那一年聽說 親人生病了 是我的母親 往生了 10年前 媽媽那時候在哪邊 媽媽在農民醫院 農總那邊 在哪個都市的農總 台北農總 你們住台東 對 因為哥哥姊姊都住在北部 所以媽媽生病的時候 就來住在台北農總 是 後來往生了 在醫院裡面往生 對 那當時很惶恐不知道怎麼辦 就打電話給我的家母 養粉絲姐 然後 後來就 台北的刺警會的師兄師姐 來住年 其實那時候是SARS期間 我看到師兄師姐來 真的很感動 因為很 包括我到醫院去看母親 回到辦公室 很多同事都很擔心 這個SARS的病菌會傳染 身旁人會擔心說 你會不會把那個東西帶回來 是 但是沒想到 您的母親在醫院往生之後 無親無故的人 竟然 就出現在你的面前 幫你的母親念佛 是 祝福 是 所以那個當下 除了感動之外 你還有想到什麼嗎 無以為報 然後 我要認真做刺激 然後我就開始 很認真去見習 培訓 然後受診 聽說那一年 你也做了另一個 重要的決定 對 因為 從那一刻起 我就非常羨慕 有 有爸爸媽媽的人 那當然我 我就想到我 我家的婆婆 我就想說 我們真的要好好把握 心善心笑的機會 所以我跟我家師兄說 我們把媽媽接過來 好好孝順她 鳳哥 您阿母的本地在哪裡 本地是我們這個大 妹妹 然後 我們家的師姐就是說 為了這件事以後 他就 他感覺說 是我自己的媽媽 他都要接回來 接回來家 我做得住 是他說的 他開口說的 所以我也很感動 老婆我們就接回來 一直到現在都跟我們做得住 所以他的人生的邏輯思考改變 包含他跟你的應對進退 所以聽說也大大的改變了 因為師姐以前 哪是這麼柔順講話 這麼輕聲細語的人 以前跟師兄的對話 待會兒給他們表演一齣給你看就知道了 今天帶來的這個他們 2011年3月2號 退休的時候 同事應該是長官 送給你們的 公在警戒 真的是 算是人生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 不過是另一個的起點 因為現在的師姐 不僅要當一位好太太 好媳婦 更要當一位好師姐 怎麼做咧 來看看 小姐妳好 我們是那個慈濟功德會的志工 要邀請妳來參加我們的祈福會 感恩 好 為了迎接台東地區祈福會的到來 張漢倫和志工團隊 一連好幾天 只要一有空打 就會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 努力邀約 妳好 邀請妳來參加我們的祈福會 感恩 妳進來慈濟 妳就可以這樣很自然地跟人家邀約或是什麼 我不可能 因為以前很害羞 而且人家會拒絕會很抱歉 後來就是 上人都說要菩薩大招生 所以就上人說什麼就這樣做 現在要走路人群 對 也是跟師兄師姐他們學很多 妳好 妳好 妳要奔什麼我都沒有 我們有一個祈福會 明天下午兩點 常常在說 七月就要燒很多紙錢 拜好兄弟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不要再燒紙錢了 然後 慈濟的力量在台灣造成很大的進化作用 很辛苦 也是因為有大家對慈濟的護持 對 妳看這點頭如島傘耶 真的喔 感恩妳 感恩小菩薩 希望妳跟我們一樣 來做一個幫助別人的人 好不好 好不好 妳是基督教好的人喔 沒關係 可愛 一樣可以行善 妳們這樣子一場活動下來 妳們預計想邀約多少會做 我們想要邀約兩千人 因為一般我們在我們聯絡處在辦的時候 我們因為我們場地的關係 大概最多可能三百多人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是想要讓台東人知道 而且我們實際在推什麼 其實我們很努力在邀約 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看到師兄師姐這樣和和呼呼呼呼 每一個人都很盡力 明天我們有一個祈福會在那個 體育館 接下來的孩子要不要來參加我們的祈福會 在那個體育館 明天下午兩點到四點 那很多年輕人 事實上他們可能拿了餐單 然後看一看 可以不是很在意 那妳覺得妳為什麼 還是很努力要去建議餐單 我們菜市場也去 公園也去 還有人家的賣場也去 雖然每次都有人會拒絕 可是就是想要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會 可能他不知道祈福會是什麼 但是他至少這上面有寫吃劑 現在他不能來 也許他以後會來 中央要環保愛地球 OK 好 謝謝 好啊 結束了街上緊湊的邀約活動 張漢倫來到台東體育館 下午是第一回的祈福會彩排 現場志工們正為了這一次的活動 佈置場地 今天是我們祈福會的彩排 那我今天是擔任這種協調 然後也是幫那個彩絲儀的部分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在這邊排練 真的大家天氣很熱 然後大家都忙著邀約我們的會眾大德們 來參與我們這一次的祈福會 那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什麼時候要祈福會啊 好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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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緊張 說不擔心是騙人的 我真的有點擔心 但是想說我已經盡力了 我相信菩薩會幫忙 其他就是要隨緣的 這是慈濟多年來 第一次在台東體育館 舉辦吉祥樂祈福會 在毫無經驗的情形下 當地志工只能盡心投入 不斷調整 眼看著兩天後就是正式活動 身兼和氣組長的張漢倫 顯得格外緊張 今天真的來了非常多的人 善人常常跟我們講說 在我們有苦有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祈求千手千言 觀世音菩薩 但是善人更教導我們了 只要五百個人 就可以成就一尊活的觀世音菩薩 大家看看今天我們現場 其實就是很感動 因為剛剛祈禱的時候 我就很想哭 感受到師兄師姐他們的努力 你看這麼熱的天氣 師兄師姐除了要邀約會眾以外 要親自搭上遊覽車 然後在車上又當領隊帶車 這樣把他們帶到這邊來 總共有16部的遊覽車 我大概粗略的算 大概是一千六百多人 雖然離我們預期兩千人 還沒有達到 但是我已經看到師兄師姐他們的努力 我想在七月普渡的時候 我相信來參與這次祈禱會的人 他心裡都一定有另外一番的信息 祈禱 敬心 轉業 造福 張漢倫相信 成就每一場活動的背後 都有著刺激家人 彼此磨合 學習成長的修行法門 而活動的結束 正意味著大家轉世成志 成就慧命的開始 謝謝 滴水成河 粒米成螺 看到後山台東這麼多師兄師姐 志工們 大德們 成就一場七月吉祥月的祈禱會 真的很感恩 因為我剛才說 我真的是坐享其成 我去那邊不要再去那邊說 事前的規劃準備 包含去宣傳 包含彩排 都是我們整個地區的師兄師姐 齊心合力的成就 包含漢倫師姐 我不會去進行他就是 幫忙順流程 因為自己還身兼和氣 組長 發到的事情這麼多 但是我驚訝的是 為什麼以前 你是一個膽小內向 不太會講話人 現在別說拿起來 我講話頭頭是道 連你家師兄都讚嘆你啊 其實我們台東這一次的祈禱會 真的要感恩所有的師兄師姐 讓我們呈現這種和和互寫 那當然在活動的策劃當中 可能大家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去折向前 就是往上人的方向走去 這就是我們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感覺台東的師兄師姐 其實每一個人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下去 來籌備這一次的祈禱會 對 你祈禱有變賢會 掌智會嗎 禮拜祈禱之後 之前他很內向 講幾句話都馬上去臉紅 講不下去 那現在不會了 可能是開會還是參加活動太多了 現在很順 講話非常順 而且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以前他慢吞吞的 只有在罵你的時候才會很快 對 罵我特別快 但是現在改啦 不罵你啦 會讚嘆你啦 對 比方說以前 師兄如果打電話給師姐的時候 你怎麼說 幹嘛一直打電話找我啦 這樣 不耐煩 對 那現在呢 現在我就會說 我在聯絡處裡 很感恩你 這麼關心我這樣子 是這樣嗎 是啊 以前好 你很怕他幫你罵 對啊 我們要關心一下 你每次幫我問吞 不用查情 我這次就吞了 我的辦公聽你一個 一個就掛掉他 這樣喔 他可能完全改變了 他也沒出這齣 我幫他演了 這次不一樣了 這次不一樣了 他幫你感恩幫你謝謝 對啊 庭倩師姐啊 庭倩師姐啊 也是我們未來要拿麥克風 現在其實就要拿麥克風 在社區裡面辦活動 擔任師儀當主持人 你發現他是你可以學習的老師之一喔 是 你看到他哪一點 讓你不由而然就想要靠近他 學習他 在漢仁師姐的身上 我看到柔和這兩個字 就這兩個字柔和 怎麼說呢 因為我講話很快 即興子 所以他身上是我沒有的 所以我想要學的部分 他講話就是有條不問 溫溫和和柔柔氣氣這樣子 是 是 有後進者願意來跟你學習 其實教學鄉長 跟他感恩的是 引導你接與你進來的 你的母雞 對 楊本師姐今天也帶來 一段祝福的話 要來見證他的消息 來 請看 哈倫師姐很特別 他很熱心 他個性就是他很丁心 他做什麼事情 他要求 因為他師兄是完全支持他 所以好幾次我都覺得 漢仁是用生命在做刺激 我剛剛看到他不敢 他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 都完全投入這樣 他不會這樣 呼嚨就把他做過去 買 買 他一定要做 要做功課 每天都會跟我說 要認真做功課 要認真做功課 他就是這樣人 就是上人說的 要多用心 一路走來 不管是夫妻相處 親子關係 婆媳關係 就是多用心 然後就慈悲 智慧 可以悲治雙運 我要感恩我的家人 更要感恩我們所有的慈激家人 尤其是我們臺東的家人們 健康很重要 祝福大家都能夠健健康康 我們要做主座 可以做到老老老老 身體健康最重要 安心痕快到家 歡迎照健康座 其實要感恩的人 太多太多了 包含了 從外地外國來到你們家 跟你們同個屋簷下的外勞 當你們兩位今天來露營 他可以在家 把你們的長輩照顧好 所以地球村都是一家人 我們要互相的疼惜了 感恩喔 好 我說到家了 我們的鳳哥了 是 我們的孫兄 感恩 當這個家庭 我們的政連會 七所同行 對不對 你們兩個人同年當同學 也可以一起來 同年退休之後 一起做實際 好不好 來啦 按一下手 謝謝 拜託喔 台東夠了你 台北夠了 是 感恩 大師 這樣 好 就好 似乎 會 走 我